有的人说生活中处处有陷阱 今天来调解的万先生就有这个感觉 万先生是一位从教四十多年的人民教师 在外人看来万先生工作严谨 受人尊重 我教书还可以 我是全省第一批省级骨干教师 当初万先生的这份学识和优秀 吸引了妻子刘女士 他满心欢喜地嫁给了万先生 可谁从想令他仰慕不已的大聪明 却是个投资上的糊涂蛋 这里十万 那里五万 这里六万 他说这件事你不要管 他说他百分百赚得到钱的 我一听就是不靠谱的 一直以来万先生深陷诈骗泥潭 如今因为屡次投资被骗 家里早已入不敷出 债务总额高达五十余万 我就一直在问那个钱的时候 一直追问他就很生气 尽管多次被骗 万先生却没有半点打退堂股的意思 他还想着投资赚钱 一直为钱所困惑 赚钱出人头地 万先生的执迷不悟 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心底到底有什么渴望 万先生那些能够让你花钱的那些人 我初六地帮你画了个像 刘女士一直容忍丈夫投资 是出于爱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最终夫妻俩能否走出 他们的婚姻困局 和好如初呢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节 好骗的丈夫上期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万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 各自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是二婚嘛 跟她结婚十年 我们生活中很多事 都好像对我不满意一样的 我希望她能改掉 以前对我的很多偏见 她老是喜欢相信别人 我希望她不要去盲目投资 那万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不要轻易发火 有事好好的说事 有理讲理 不要发火 对于她所说的 你盲目投资这一点呢 我只不过是运气不好 也就是商量说偏吧 也就是说你并不认为 你是一个会盲目投资的人 只是碰到了意外的事件发生 是这个意思吧 也是吧 经验不足吧 对 在刘女士的眼里 丈夫是个学识很高的人 按照她的期待 丈夫应该是对事物明辨是非 做事分寸有度的人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在工作中清楚明白的丈夫 到了现实生活里 却完全是个大糊涂 我们平常做某一项投资 要跟身边的人沟通 争取一下别人的意见 这个能不能做 她从来不争取别人的意见 别人讲什么 她就是什么 认为这就是对的 丈夫对别人的话言听计从 却把自己的意见当做耳旁风 在四年前 刘女士眼睁睁地看着丈夫 掉进了投资的大县井里 19年的下学期 她跟我讲 她说她的一个家长 很会做投资的 在炒黄金的 我说没有那么好的事 她说因为她帮助过她的儿子 所以她要回报她 感激这个老师对孩子的付出 所以给她一个好的项目 是 然后就是说 花十天就很高的利润 一开始转达五万 每天就几百块钱还给她 她认为这就是赚得到钱的 当时我不相信 她就想方式把说服我 我当时也是被她说服的这样 我就默认了 她在我的卡里 转达五万块钱给她 我是开始是不同意的 你默认是因为 我也相信这是能赚到钱的 所以我默认了 还是说 我阻止没有办法了 是 阻止没有办法 我不耐了 每次都说我阻止没办法 她赚方设法设法 只能由她去了 是 然后我就一直在问那个钱的事 一直追问她就很生气 没到时间 你老是问这个事 烦不烦了 我说好啊 那就我就认你到时间 结果到9月27、28就联系不上那个家长了 那个钱就等于是没有了 损失有多少 那次总共打了26万过去 就略略说句她回来了 有10万块钱了 当时她老公说 答应按月还两千块钱一月给我们的 当时是谈妥了 但是后来就没按照那个执行 嗯 所以到现在这16万就没个说法了是吗 没有 后来她又去起诉 她的儿子又中途有一个学期没读书的 读高中啊 读不下去 我是班主任 我还上门劝过 把她儿子劝过来读书 家长呢 就觉得我这个老师很负责 他说感恩我 因为有这个 所以我就相信他 你是相信家长 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 对你有什么欺骗隐瞒什么 对 我肯定不相信的了 如果想你打我骗我 我怎么可能会给钱给他呢 你从家长身上看到了什么品质 让你觉得可以相信呢 她的孩子非常诚实 虽然成绩不好 从不骗人 是个好孩子 对 我觉得她儿子教那么好 父母亲不会骗 我说你不把这个机会给亲人怎么样 她说你帮了我 我感恩是一个 第二个 她说我儿子在你班上 还有一年毕业 她说我要骗 不骗自己儿子的老师 所以说拿了几万块钱 试了下 开始没有暴露 后来才发现她是上网络上赌博 我一听就是不靠谱的 相信别人的不相信我说 对 为什么 她就是说有成功的 我不给她机会 她就是很想要成功 很想要那个利 她说当时她就反对 你对于她的反对是什么干法 第一次这个钱她是不知道的 这是我想办法来打的 后来她帮助了我 压根她前面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没有跟她商量 这一次的这个行为 万先生你自己怎么评价 我觉得我上当受骗了 这是遇到的人导致的你上当受骗 还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让我容易上当受骗 应该两者都有吧 如果我对这份有经验的话 或者社会月亮丰富多 我可能也不会这么轻易相信 仅仅是一次平常的家访 就让万先生跌入了骗局之中 万先生一直说 对于这次投资 他自己也悔不当初 可在刘女士看来 丈夫却完全没有悔改之意 因为仅仅在一年之后 万先生归是神差的 又和这个学生家长联系上了 同样一个人 又出了一个新的花招 那是社偶听他讲的 说他我现在欠到你这么多钱了 他说我现在又有一个好的项目 就是我想尽快赚到钱 还你的钱跟他讲 那个时候 刚刚是收那个名钱查 他说他在收那个查业 他说这里收过来倒过去 很高的利润赚钱 叫他搞钱就给他 他开始没告诉我 让他再投钱 是 他说尽快赚到钱 去帮助他赚更多的钱 来还他的钱 这样讲的 他跟我说 他是在跟他最好的同学 做查业生意 我一点都没房地相信了 然后我就去给我家里人 借了十万块钱给他的 第二天 无意中他手机弹出那个女的名字 我就拿出来看一下 结果看到是钱是打给他的 你知道以后怎么办 知道我就很怒的 那时候我也讲了很多难听的话 他比我还更生气 他说这件事你不要管 他说他百分百赚得到钱的 他说还没到时间 他答应十天的 到十天我绝对给到钱你的 结果还没到时间 十年了 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了 万先生你刚才不是说 你认识到是这个人不对吗 怎么还来第二次呢 他说为了把这个债务还清 他说要翻身 跟那个家长的舅舅 也是学生的救工吧 学做生意 凭什么相信呢 他那个家长发了很多照片 查农在茶厂上 在茶叶 输购茶业的场面 发过很多歌 他原来也没想骗我 他只是网上赌博 查黄金的名义骗了我 但这个人本是不坏 所以你相信是 事情也可信 人也可信 我还是这样的当时 为了还我款 卖房子 学生也同意卖 还是坚持相信 那个时候 我也论证了很久 在网上查 谈那丘陵地区 那里有很多茶叶 也有很多竹子 有不代表就可行 是吧 我问那个学生 那边是不是有很多茶掌 那是 就是考察它分很多层的 尤其是这个投资相关的 你考察到了哪一层 在他叫我去现场考察的情况 是不是做茶叶 这一点把我感动到了 我相信 他这个是说了谎的 我们去到他那里 他没有茶参 全是株林 就连这个第一本的条件都没有 没有 没有茶叶 没有茶叶 根本就没有 株子更多 他刚才说的还有一点 就是他觉得人家 似乎是诚意很足 你觉得呢 他足了解的 一开始我看到他卖房子 是那个女的 先用这一条来吸引他的 让他相信他 但是至于他在他儿子身上了解到的是事后 事情已经发生了 才问他儿子 是事后 那个人失踪了 他才问他儿子 你是不是有个聚工在做茶叶生意 到现在为止这个家长还找不见人吗 对 手机停得近 把电话找不到人的 经过这两次以后 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从来不骗人 从来不撒谎 所以我比较容易相信人 这是我的问题 但我本质上不可能会砸钱乱人钱 你有吸取到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有吗 那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人吧 人跟事都不要去轻易相信 生活教会了万先生两个经验 作为老师他自己不骗人 也由此相信别人也不骗人 可正是因为这份轻信 万先生在投资上屡屡受骗 于是他开始对身边的人 筑起了高高的信息围墙 可谁也没有料到 万先生身边的诈骗隐患解除了 网络上的骗子又找上了门 如果咽喉疼透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验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验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极性咽咽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验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方琪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方琪集团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怎么办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请拨打 0791-8834-0791 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提供帮助 保障权益 解决矛盾 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欧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 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今年暑假 在他会发表一点这样的评论 其中有一个人 说他是华为的员工 就跟他搭上话了 恭维他 说他 你写得很好 你很有学问 经过聊了 隔八月吧 八月初的时候 说他周年庆 有一个活动 充值多少钱进去 可以在商城里面去买东西 买了就有很高的利润 然后他说他是里面的员工 自己不可以操作 要叫亲朋好友来操作 然后就说给他操作 每天看得到多少多少利润 打个那个账单给他看 他就跟我说 我说不要相信这些 我说不对的 我说人家什么账单啊 现在是都可以做出来的 我说人家有这么好的利润 会叫你一个这样认识 才这么久的人来帮他操作 人家多少亲朋好友来 他不相信 他说他也要打钱进去 我不给 我不给当时也操口了 他就认为这就是红市王子 他说这么大公司 不可能骗人的 因为我进到评论 觉得写得还好 流量多 结果其中有一个女读者吧 她夹了我 真是聊了个把月 她是宣传部 她说员工不能买 我说你家人呢 她说她爸妈都是我妈 就是一个读女 也不想让前人知道 这个钱是怎么赚来的 似乎以这个比较可信的理由 叫我帮她买 把她状号告诉我 密码告诉我 我帮她操作 打多少钱 然后看她赚了有多少 这弄了好几天 看她是赚到了 她就说如果你觉得想买 是你也可以买的 她就这样随便说下去 我就动了心事了 她以这个方式来让我下水的 您压根就没有想过 可能被骗吗 对 那个时候压根没想到 后来这个真的那几天了 我想到给我弟弟打电话 我弟弟是公安局的 就是叫她 你现在数以网上要打钱的 你一律不要相信 电信诈骗很厉害的 她说好 其实这个时候 她已经投了钱进去 然后那天傍晚 看她匆匆忙忙 跑出去提了个报 她跟我谈到报案 那个时候到傍晚才知道 被骗了 已经把三万九千多进去 她还怪到我头上 怎么怪到你头上 她说我只知道阻止 不找证据给她 怪你阻止得不够有力 是 通过客服再问 什么是网址 为人的客服说 这个网址不是我们 我马上到公安局就报案了 在这个行动之前 你是真的一点 可能被骗的意识都没有 那肯定了 如果知道 谁会去扎钱呢 不管是前面那两次 还是这一次 我心里是真的觉得 会有这样的好事会发生 还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骗我的人会这么糟糕 这个都没想到 我就相信这是真的 那最后你被骗了 你怎么还怪她呢 她跟我闹死闹活的 但她当时阻止我 她说我叫她帮我查一下 我看这个是不是华为的 叫她查她也查不到 她确实提醒了你不要 对 她提醒了我 万先生 通过网络接触到了一个陌生人 你会这么相信 是基于什么 我认识那个人 她的数字很高 她是一个离婚女的 下面有个都上线级的孩子吧 我只问你 你相信这一切信息 都是真实的是吗 对 相信 现在呢 现在知道那是假的了 不然我就去报案了 那觉得上当初线了 丈夫一次次被骗 刘女士再三阻拦都无济于事 最后该上的当也上了 该亏的闲也亏了 刘女士心灰意冷 为了让丈夫好好反省 自己的所作所为 她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但当她再次回到家的时候 却在桌上 发现了一份 丈夫的手写材料 证实这份材料 让刘女士如坠深渊 回来之后 她搞得很乱的 桌子上 我就整理她的那个书 那些嘛 发现了一张针纷启示 谁的 她的 这是手写的 她上面写了 她是单身 她说她很诚实 她讨厌欺骗 这几个字是原画的 她那个上面的 希望找到一个 志同道合的 心灵相通的 那个女士 哪怕她有小孩 我会把她的小孩 当亲生孩子一样 对她 很感人的 我当时我们还没 完全看下去 我就说 我不在家 你还来了这一招 当时她提到 也没解释 马上抢过就撕掉了 实在很粉碎 但是她有没有发出去 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后来 她说她要跟我离婚 因为精神上 我跟她合不到 然后离婚呢 我就也给了她 一句这样话 也怪我 我说那你既然这样 我给你时间 你去找一个 如果你揪了不好 你还可以再回来 之后她就很放肆了 直接就是当到 我的面就去 交友网站上交友了 但是聊天呢 这个网站上 她还不认为是骗的 无限制的充值 你要聊天 必须充钱进去的 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 根本就没有联系方式 你认为就是 她另外一种形式的 又被骗 不断地充钱进去 要聊天 必须充多少钱 几千块钱一次 不是一两百的 就才跟人家聊得到天的 她认为那个女的是真实的 她也找不到她的电话 她两个人就等于是 互相给那个平台隔开那样的 她想要她的电话号码 她也得不到 那个女的想她电话号码 但是两个人就心里 很相通的样子 很想要知道 对方的联系方式 不断地就聊天 她就不断地充值进去 我跟她说这是假的 我说你不知道 跟那个人聊天 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个平台 就是纯粹的平台 搞的一个这样的 是吧 最后的结果 她说只充了两千多 当时我没查到这账单 我走的时候看到 有一万多块钱她账上 结果我那天要还款 打开她的主金行 一万多块钱全部没有了 全部是打个交易网站上去了 所以一共花了 反正我知道的这一张卡里面 是一万五千多 总归起两万多 你的丈夫在物质上投资 在精神上也在投资 是 万先生 不管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你在网站上通过充值的方式 是在聊天 纯粹的就是打发时间 还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找个合适的人 这确实是抱着找对象的目的 那肯定的 那这种不断往里头投钱的方式 你自己到底怎么看 我感觉这里面有真实的也有假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有真有假呢 但我没碰到我觉得 他觉得是 所以你自己一直都以为是真的 对 我碰到的那个是真的 要通过不断往里头充值交钱 才能够和对方建立的联系 你自己不觉得有问题吗 当时不觉得有问题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因为他那网站他也要赚钱呢 你是这么理解的 现在你这个还在建立联系吗 没有 那个已经删掉了 觉得这个可能是骗人的 谁在骗 网站 不是那个跟你聊的人 你觉得是真实的是吗 是 那个人我认为通到讲话各方面 在视频看着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容装下 还是他那个人 你现在是坚信还是真的 我觉得那个人还是那个人 只是那个平台玩不起 就我现在了 即使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万先生依旧认为 当初在互联网相亲平台聊天的人 没有骗他 在万先生看来 外面的世界单纯而美好 他遇到的人个个都真诚善良 而不是有意要骗他 可是只有刘女士知道 丈夫被骗得有多惨 在这十年的婚姻里 刘女士目睹了丈夫一次又一次 大的小小十几二十次的被骗经历 而这些被骗之后 随之而来的债务 就像大山一样 重重地压在了刘女士的肩上 让她毫无喘息的空间 以前也是相信别人 拉人头给多少钱 有多少钱返利 这里十万 那里五万 这里六万 就这样的 所谓的这些投资花费 造成的这个窟窿怎么办 之前我们一起是从零开始 做生意赚到一点钱 前期投资一开始是我们赚到钱 到最后没有了 他就去贷款 办信用卡 那也得还呀 还他不管 完全不是我 我是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农茜茜茜 从零茜茜 在农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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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茜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怎么样 我都可以从我娘家来帮她解决的 就至少在你跟她的这段婚姻关系里 你没有给她这方面的压力 没有 我一点没给她压力 然后反正她遇到任何困难 都是我能帮她解决的 一直帮助丈夫还钱的刘女士 或许到今天才略微读懂了万先生的内心 原来万先生的心里一直有个发财梦 这个发财梦不仅仅是为自己 也是为了家庭 但很显然 靠投资发财的梦 在万先生这儿就像是个白日梦 为了让万先生回归现实 观察员舒瑶瑶 忍不住开口了 大牌团拼 大品牌 大优惠 大家好 我是您的大牌团拼 推荐官小鸥 您是否有睡眠障碍 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了 那我建议您试一下 酸枣仁 茯苓百合 胺基丁酸片 吃了就想睡 一睡就是一整晚 那为什么会这么有效呢 因为胺基丁酸啊 是人体自身合成的一种 助眠物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分泌量减少 人体中的胺基丁酸不够用了 自然就不想睡 睡不好 再搭配酸枣仁等中草药 养心安神 综合脾胃 五合一 效果翻倍 大品牌北京同仁堂出品 睡前来一片 安睡一整晚 原价249元 今天媒体推广 直降210元 每瓶60粒 仅需39元 四名为一组 推广备货160组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团 睡得短 睡得浅 睡不着 你可能是体内缺乏 氨基丁酸了 氨基丁酸 是人体自身产生的 一种制棉物质 年轻时分泌的多 就睡得好 年纪大了 分泌的少 就睡不好 所以补充 氨基丁酸 是能有效改善 睡眠质量 我推荐北京同仁堂 酸枣人 茯苓百合 氨基丁酸片 再搭配酸枣人 等中草药 养心安神 综合脾胃 五合一 效果翻倍 大品牌 北京同仁堂出品 睡前来一片 安睡一整晚 原价249元 今天媒体推广 直降210元 每瓶60粒 仅需39元 四名为一组 推广备货160组 赶快跟着我 一起团 睡得短 睡得浅 睡不着 您可能是体内缺乏 氨基丁酸了 氨基丁酸 是人体自身产生的 一种制棉物质 年轻时分泌的多 就睡得好 年纪大了 分泌的少 就睡不好 所以补充 氨基丁酸 是能有效改善 睡眠质量 我推荐北京同仁堂 酸枣人 弗林百合 氨基丁酸片 不仅能及时补充 人体缺乏氨基丁酸 还能用酸枣人 弗林百合等 中草药 安心 迎神 北京同仁堂出品 效果有保障 都是常见的中草药 睡前来一片 安睡一整晚 原价249元 今天媒体推广 直降210元 每瓶60粒 仅需39元 四名为一组 推广备货160组 赶快跟着我 一起团 一瓶60粒 原价要卖到249元 今天媒体推广价 仅需39元 一瓶 四名为一组 推广备货160组 已经快说空了 那赶紧拨打 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 一起团吧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怎么办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请拨打 0791 8834 0791 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提供帮助 保障权益 解决矛盾 进去卫视 金牌调解热线 0791 8834 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 你看哈 即使是这么高素质 这么优秀的一位老师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也可以遇到这么多 有的是线上的诈骗 有的是线下的诈骗 有的可能是普通诈骗 有的可能是电信诈骗 像这种昏托啊 假冒一个项目 要引诱你投资啊 这种的 特别特别多 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第一个 但凡要你打钱 转钱 各种名目 要你投资的 借钱的 可能都是涉嫌诈骗 所以我们反诈意识 要增强 可以看得到 我们生活里面 这种涉嫌诈骗的行为 是无控不入的 不是说我受教育程度高 我们可能就不去注意 当然也不是说 欢郎师宁这边 是因为去贪这个投资回报 不是 我们很多的电信诈骗和诈骗案的受害人 他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单纯 比较善良 比较亲信别人 有一部分当然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回报 他有这个侥幸的心理 有一部分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受害人 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观众 还是要提高警惕 现在杀猪盘太多了 跟你聊天的那个人是男是女 都不一定 他们可能跟你聊个半年一年 甜言蜜 这个都是有话术的 还是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风险 我觉得万老师 您在这个事情上 也要吃一见长一智 当然其实您的太太 在你被骗的这些经历中 她其实也是有提醒过你的 我觉得这个你也不能怪她 说到底这些投资行为 这些被骗的行为 还主要是你个人决定的 钱是你打的 天是你聊的 就是我们对一些诈骗行为的了解 不够深入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就是你被骗的这些财物 是否是说你个人的一些资产 还是说涉及到女方 我的钱她也替你垫了 我骗了之后 那天窟窿她帮我填了 她通过她家里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这些相应的款项 事实上可能也并不是用于 家庭共同的生活 也不是女方和你共同去投资的 那其实它本质上 它还是属于一个 你婚内的个人债务 本来是你个人的资产去偿还就可以了 跟女方是没关系的 但你老婆人挺好的 她不仅没责怪你 还主动替你去还这个钱 添这个窟窿 因为我们从法律上说得很清楚的 这个不是你们共同生活的 负担的一个债务 本来是你老婆不需要还的 但是你老婆现在愿意主动 替你去电影区你就还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态 王先生 心底还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你也是一个智商比较高的 但是我觉得你情商有点低 在投资这个方面上 你根本听不取别人的意见 因为你自我感觉很好 你作为一个老师 有一定的智商 对妻子那些意见 建议 你觉得她肯定是不太懂的 在这方面 所以说你自己做主 我们赚钱投资 肯定是要有谨慎的 更何况你没有做生意 在这方面的一个经验 你做了这些投资 你在同样的一个学生家长身上 你犯了两次的错误 你像一个冬瓜先生一样了 你真的心地很善良 但是你这个事情上 如果是稍微动动脑子 他说的天话乱坠 我及时止损 我不能再这样跟他投资下去 但是你反过来 你还继续跟他投资 我为啥说情商低了 你没有看准这个人 你还去相信他 对于妻子的这些话 你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你可能在家里边 对于妻子来说 又高高在上的一个感觉 再就是网络聊天 征婚什么 这样一个小儿科的事情 从这方面感觉 其实有时候你也是很天真地 在经济投资上面 这是家里的事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我是不是要给妻子商量一下 这个事能不能做 万先生那些能够让你花钱的那些人 我初六地帮你画了一个像 首先是女性 第二呢 仰慕你 第三 你觉得她谈吐很好 第四 有利可图 或者说可以快速地 大幅度地给你回报 所有这些信息 这个像画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那些能够从你身上拿到钱的人 我就觉得之所以你会被不断地骗钱 跟你的整个的精神的追求和需求是有关系的 我相信有一句话 有一些人呢 他不断地去奔跑 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停下来思考和感受 看上去他是在追逐 但他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让自己不要停下来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避免去思考和避免去感受生活 避免活在现实当中 万先生我在你身上看到 行动上 你在不断地追求 你不会让自己闲下来 包括你去盲目地投资 被别人骗 你其实也是为了追求快速回报 但是你再仔细看一看 你自己得到了实际效果 你的钱呢 现在你的家庭呢 完全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我们不断地去奔跑 是为了什么 回到他自己的家去享受 去真正把自己这个家构建好 好好地去感受这个家庭的温暖 去享受天冷之乐 万先生 你那么辛苦那么忙 是不是在逃避 回到一个家庭的状态当中 这些东西它归结于一点 其实是你自己本身的焦虑感 一方面你给自己大量的压力 让自己不断地奔跑 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没有时间停下来享受 但是一旦你享受的时候 你是在头脑层面上 给自己虚构了一个 完美的外边的一个女性 这个女性是很温柔 善良体贴的 这个女性是很诚实的 她会帮助你达到 你想要的生活目标 所以我觉得你的压力 跟你的那个幻想 其实是相关联的 万先生一定是一个智商 比较高的人 我不相信你会落智到 完全不知道诈骗这件事情 但是你为什么一而再 再而三地盲目地 去相信外面的人 我觉得跟你自己 这种状态是有关系的 我不断地奔跑 然后我不要思考 没有在现实当中 所以就靠想象来填补 当你处在这样一种 影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调动到 那样一个需求里面 那个需求就变成了一个 不真实的欲望 这个时候别人就会趁虚而入 你也将近六十的人 你的欲望 其实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 是一个虚幻的欲望 我们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我们的人生没有变化吗 对生活还没有任何感触吗 我觉得不是没有 而是你在逃避 这个逃避是因为 你宁愿让自己活在想象当中 而不是活在真实的 现实的生活当中 那么那些想象当中的人 就可以趁机侵入到你那里去 把你的前身拿走 所以我建议万先生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外面或者说想象当中 固然有更好的人 但是这世界上 永远都有比更好还更好的人 真正最好的人 永远都在现实当中 跟你在一起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纷纷提醒万先生 要学会识别外界的诱惑和陷阱 控制心体的欲望 不要盲目地进行投资 对于万先生投资产生的外债 刘女士无可奈何 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经济压力 继续帮助丈夫还钱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还将看到 在这段婚姻里 除了万先生投资被骗的问题 在刘女士身上 也有一个问题 严重破坏着他们的夫妻关系 丈夫盲目投资被骗 妻子无限制喂养猫狗 究竟是谁的行为 对他们婚姻的破坏力更大 我没有挑战则 我会纠正的 这不很正常吗 她是什么样的人呢 太追求完美了 她生活在那个书本里面 跟现实脱轨了 她自己的标准世界 一个是被金钱欲望裹挟的丈夫 一个是伤心忧郁 激情猫狗的妻子 当欲求不满 遇上爱而不得 他们的婚姻又会走向俄方 他们是该坚持还是放手 夫妻俩最终是继续挣扎怨对 还是能够安放内心 携手向前 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 好骗的丈夫下集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不花钱